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年魔力不负青春年华 三年魔力不负万众期待 狼笑将懂 唯有知云 钟甲 我们来了 FM983特别节目 知云战狼事不可挡 欢迎关注 好评时间的10点31分 欢迎收听到FM98.3 如高气质广播特别节目 三年魔力不负青春年华 我是主持人家 今天和我一起主持本档节目的是如高新闻的主持人妮男 妮男可是男通之云的铁杆粉丝 参与过多场的男通知云队比赛的现场直播 大家好 我是警理妮男 为什么是警理妮男呢 还给自己起了个称号是吗 对 上周末的时候 知云的那个决赛嘛 我有幸去主持颁奖典礼 当时我和我的搭档就说 我要是什么时候能跟知云的队员面对面 什么时候能走进广播做一场直播 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没想到就在几天之后我的梦想就实现了 是 我觉得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 是不是 因为咱们男通知云还在继续向前行 对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他们是男通知云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毅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李毅 还有男通知云足球队队长胡明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胡明 还有男通知云足球队前锋南云齐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南云齐 这一听胡明和南云齐的口音就是北方口音 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北方人 知道吗 听起来就特别的亲切 对不对 好的 那各位听众啊 本次特别节目呢 是可以通过FM98.3进行在线收听 你也可以通过如高发布的APP来观看现场直播 还可以通过如高骑士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两通热线已经是开通了8762345和87623456 您可以在11点之后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是留下了专门的粉丝和明星之间的互动的环节 可以和我们知云的三位嘉宾领取了沟通 足球对于如高来说曾经可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 美轮美奂而又遥不可及 三年前当他们刚刚落户如高奥体中心的时候 我们也许都没有料到一份巨大的惊喜 就这样悄然无声地向我们靠拢了 有梦 就会有奇迹 三年这支可爱的球队把握机会一飞冲天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梦想实现的华美旅程 三年冲甲的承诺已经兑现 五年冲超的目标还会远吗 是 本次南通之云的本赛季的常规赛一共是打了26场 成绩是18胜4平4负近55球1021球 积分是58分 卫练是南区积分榜的刺系 整个赛季下来三位感觉如何呢 感觉特别疲惫还是觉得越打越有劲呢 我们首先从我们的李总这边开始 从具体的比赛情况来说 我觉得队员可能比我更感受深一点 但是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这一年的赛季都过得比较快 因为我们其实一共打了34场正规比赛 正式比赛联赛26轮 其实我们是25轮 足切杯四轮 然后交叉赛五场 沈阳两场 陕西两场 包括关亚军决赛 在这里面其实在中国的一级联赛 二级联赛包括三级联赛 34场比赛的话 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强度了 可能亚冠的球队也就比我们多打个几场吧 如果亚冠没出现的话 也就比我们多打个三四场球 所以加上今年我们的热身赛的话 我们其实超过50场球 这个在欧洲的话也算是比较大的强度的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准备期到现在为止 还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说一眨眼就过去了 但是在身体上 我觉得我们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也是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非常疲劳了 这个时候可以问问我们的队长 和我们的小男 今年其实成绩还是不错的 联赛预赛阶段 一共有18场的胜利 四拼四负 可以说也是历史的最好成绩了 像16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第16名 然后到了17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第8名 对啊 今年的第2名 所以成绩真的 就从我们球迷的角度来说 非常的惊喜 一步一个脚印吧 我觉得也是我们俱乐部主席 范冰先生对这支球队 一个每一年的一个亲情投入 也完成了自己每一年的一个小目标 到今年完成了一个终极目 就是说中等的中 不是终结束的中 终极目标吧 就是这个三年冲甲 五年冲超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对于他的来 他的整个规划来说 对于这支球队的建设 从第一年的16年的 广西龙贵达的收购 到第二年的球队的实力的补充 再到第三年实现冲甲的目标 都是非常有规划的 都是有计划的 我觉得足球世界里面 就是引用我们范冰先生的一句名言吧 成功没有奇迹 只有轨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轨迹 好 那刚刚是我们的李毅 董经理呢 是表达了一下 觉得整个赛季的一个感觉 那作为球队的队长胡鸣 你觉得整个赛季下来 打的是非常的艰苦呢 还是觉得越打越有劲呢 我觉得很顺利打的 通过道理 因为我们之前做了很好的充分的一个准备 然后赛季开始大家都定好了一个目标 然后呢 就是大家都是朝着这个目标 一起去努力 对 然后从头到尾的话 大家都在这个方向努力 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水到渠成 然后因为从赛季开始 大家都全力以赴 然后比赛结果也很顺风顺水 所以一直都是在胜利的情况下 所以大家也是越提越开心 越往后提越有自信 所以最后的结果也是最好的 打这么多场比赛 两位觉得就是这些比赛打来之后 觉得哪一场是最艰苦的 觉得是好辛苦 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 最后还是这个胜利了 有没有这种 其实有好几场 可以说他们是一战成名 包括我们球迷在现场看的时候 一个是当然是对绿地生花了 足鞋飞 对吧 那个真的是惊天大逆转 大逆转 太神奇了 还有一个就是跟陕西的 包括后来一场跟四川的那个点球大战 就足鞋杯16强的时候 那个这几场比赛真的踢的是太带劲了 两位觉得哪一场踢的是最艰苦的呢 如果按全年来说的话 我觉得最艰苦的应该是后边的淘汰赛阶段 因为那个决定了我们球队最后的命运 还是有压力的 对对对 当时跟那个联赛还是不一样 当然跟那个少远生花也是最记忆犹新的比赛 因为那场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大家都是带着一个展示自我的一个机会去上场 然后呢 虽然开始的时候很不顺利吧 丢了两球 但是大家没有放弃 觉得一直在坚信 我们可以跟他们抗衡 我们可以比一比 到最后奇迹出现了 也是因为大家一起努力的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对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足球运动员 他会让我们喜欢一支球队 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对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嗯 南云奇你觉得呢 哪场比赛觉得是最艰苦的 觉得自己是拼尽了全力的那种感觉 嗯 我感觉也是决赛阶段吧 因为每一场都在拼 越到后来大家确实都挺累的 但是精神一直在支撑着我们 就觉得一定会冲甲 我们还是拼下来了 我记得有一场就是刚刚你俩所提到的 有一场是和四川的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我们都知道是加实赛 在进行了这个几轮之后 包括这个正式的90分钟之后 结束了 进入这个加实赛结束之后 还是没能够决出胜负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应该体力 包括身体上的一个这个负荷啊 包括心理上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重的 嗯 您觉得那个时候是如何挑选 这个最终的这个点球的队员呢 特别特别是那场球 它是比较有意义的 因为呃就是历史上没有一级队 所以是进入足鞋盃的时间 对吧 所以当时球身上其实有很多球迷的期待 自己也有这个愿望可能想进去 所以这场球感觉怎么样 还有刚刚维加问到的 就是最后这个点球大战 在人员的选择上面 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但我记得你们两位中间只有一个是 当时是踢了这场比赛的 对 而且那场球我是下半场上的 然后球队之前是有过部署的 因为跟他们之前也交过手 所以说 有过战术 对 所以我们有过部署 然后怎么踢 然后过程也比较艰苦 因为是先丢了一个球 然后朱正龙把比分搬平 所以我们一直坚信 我们能在90分钟之内 把他们赢掉 然后最后可能 那个运气有点不好 然后没有完成最后的任务 拖入点球大战 因为我们知道拖入点球大战的话 这种对于这种两个球队 我们比他们要强一点来说的话 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他们希望拖入点球大战 这样的结果 基本来说是五五开的结果 因为点球大战的话 运气的成分可能占的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最后在选择球员的时候 还是教练来决定的 然后球员有的有没有信心 当时的体能状况 身体条件 各方面来决定 最后五个人先发 还是谁派的后面 就是由教练来统筹 是吗 刚刚我说我是警理 其实南云棋也可以说 是咱们志云队的警理了 在冲甲的关键两个比赛当中 他都打入了关键的球 是就比如说在10月27号那场 和这个陕西大琴的那场比赛 是吧 最终呢是在93分钟的时候 凭借南云棋的一例进球呢 是1比0 绝杀对手 获得了下赛季中甲联赛的参赛资格 那当时在完成这个绝杀 绝杀前后的时候 您的一个心理是怎样的 就是在93分钟那时候还没有进球 双方都没有进球的情况下 当时着急不着急呢 我是挺着急的 因为我比较想进球 队长着急吗 我在体验看更着急 然后当时完成了这一进球的时候 当时心情是怎么样的 因为已经接近这比赛的尾声了 基本上就已经锁定这个地方了 我感觉就是那个进球进完之后 全队都应该已经放松心态了 就是感觉我们已经已经赢了 因为那个球进完之后 他们必须要再打我们三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时候已经锁定了比赛 当时在那个胜朱雀 其实一共有5万多个球迷 可以说这是中一联赛 历史上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了 5万多个球迷当中 星星点点也有我们600个远征军 对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看到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客场 能看到我们支云自己的球迷 当时就是看到我们球迷 我们真的很兴奋 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并肩一起战斗 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勇气 我们觉得600人 我觉得比他们5万人都要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进一步 就是支持了我们支云冲甲成功的 这样一个步履卖得更加的顺利 所以也离不开我们广大球迷的支持 是 是一个当时支云在提出三年冲甲的目标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一些朋友觉得 有些困难 距离可能有点远 但是三年之后 的确是冲甲成功了 也让很多一些球迷 真的是对这支球队充满了希望 李嘉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困难 这就是一个球迷的心 我就一定相信我们球队能做到 真的 我觉得你的声音都有点发颤 是很激动吗 真的很激动 就是你知道吗 就自己的家乡终于有了自己的球队 有了一种向上的这种精神力量 我就一定相信他 他一定会成功 包括他这个5年冲甲的目标 我觉得他也一定能成功 是 这回顾完了我们中甲 中甲的一个冲甲的一个这个比赛 我们之后再说一说 咱们这个对于冲甲的一个之后的一个展望吧 之前我是听说过一些这个球迷啊 这个传言说 支云的是准备在冲甲成功之后啊 要引入一些外援 这个事是真的吗 可以透露一下吗 想问一下我们李总经理 想到想去说的是得甲的外援 是真的吗 其实从打完陕西这场球之后 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下赛季的工作了 包括今天 对于我们俱乐部管理层来说 是没有时间去休息的 由于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 其实你很坚信这个三年冲甲的 这个水稻渠成的过程 其实在这个当中其实很坚信的 尤其今年嘛 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 他们始终没有觉察到 我感觉听刚才听到那个湖明 我就觉得 其实今年未知到包括我们 包括范总 我们的这些工作做的 还是让他们感受到 球队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平稳 就是球队做的 更多的是要让球员感受到 没有后顾之忧 对 也一个是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个是觉得波动很小 因为其实当中有很多困难 其实今年一年当中有几个段了 我觉得三个段 就像刚才湖明讲的 我觉得我们联赛的开期 我们其实是输给了客场 输给了正将 然后竹鞋杯在大家觉得我们奇迹般的淘汰了 我们的深圳雷迈 但是我们的谭冰凉严重受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在离交叉赛还有两场球 领客场0比4 那天我们的俱乐部的这个球员 包括王永新当时的一个面部骨折 到最后我们进入到交叉赛 其实我们一年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心理上的折磨吧 我觉得才到了最后 但是这个折磨也是最好的安排 对于我们来说是 对于整个球队的调控也好 整个球队的方向的把控也好 我觉得主教练 范总都投入了很多 包括我们的管理团队 都投入了很多 然后进入到今年的这个决赛当中 顺利的获得这样的一个 在5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球场里面 获得了我们的一个冲甲冲甲的名额 5万人的这样的球场其实在中国这个 不要说低级别联赛 我觉得现在的中超也很难达到5万人的观众 这对于我们的整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理 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包括在我们赛前训练的前一天 整个球场是被球迷包围了 对于宋岳 对于王思的这种侮辱性的言语 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家里面可以讲 就是说部分的少数球迷 进行了这样的一些辱骂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俱乐部里面 也进行了很好的调控 因为我们去理解了他们的一种感受 心态的调控 对反过头来我们做的比他们更好 所以去拿下这个比赛 但是呢 你看我们今年组客场都输给了四川 说明我们球队还是在实力上面 可能稍有一些比他们不够强 尤其是在进入中超之后 对自己要有一个 中甲 对对中甲之后 要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对其实我们相比中甲的球队来说 我们队伍的底子还是薄的 这个其实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 和我和主教练卫星的沟通来说 我们底子还是薄的 所以在我们今年的影员上 不管是外援还是内援 因为内援只有五加三的名额 外援现在政策还没定 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 现在还没定 但是如果是三个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困难会更大 因为我们是刚上去的一支俱乐部 不管是如何 我们也我们俱乐部的政策 也不是那种疯狂烧钱的一个俱乐部 是希望能够扎根在南通 扎根在如高 循序渐进的 把这个俱乐部做好的一个宗旨 所以说我们我们可能需要花的时间 比人家更多一点 所以包括外援的这种管理 包括外援的这种文化 是否能够融入到我们的乳高 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南通 包括内援的引进 你像我们今年的内援的引进 和我们原有的队员的这种磨合 非常成功 可以讲在95%的这种 这种用100分来评价的话 我估计我们今年的内援 已经可以达到90分 因为你像包括朱真荣 季军啊 小南啊 黄红博 颂月等等 包括刘伟回家 就是南通级的球员 刘伟回家 包括谭冰凉 包括中期 我们后来引进的高智杰 对于整个球队 没有产生负面的冲击 是非常好的 补强了这样一个队伍 我相信就是说 从影员不是完全看 这个球员的能力有多强 就是球技有多强 我们需要综合的去评估 外援和内援的这个生活习惯 以及和现有的球队 这种磨合 这样子才能够 在明年的中甲联赛 给大家交出一份满意的打卷 也就是说在影员方面的话 也需要去综合的评定下 这个球员到底适不适合 我们这个球队 而不是说疯狂的去砸钱 只要他名其那 只要他个人的这个能力强 就把他引进来 对吧 对 那进入这个中甲的比赛之后 相信这个对抗 可能会更加的激烈 有没有一些针对球员身体这方面的 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呢 现在整个其实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给这个如高的整个的球迷 包括南东球迷 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 魏智导和范总 我们三个人也是进行了碰面 然后呢 我们会在教练团队 在管理团队 在后勤团队 全面加强 这个这个是管理上的 然后在我们我们刚才讲的影员 那是正常的正常的加强 现在讲我们在这个医疗团队 我们也会加强 甚至有可能会明年看到 外籍的队一 在教练团队 我们也会补充 给予更多的这种 训练上的 包括管理上的一个补充 在管理团队也是一样 后勤团队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明年 我们根据中国主席的要求 我们必须组建预备队 对 我们必须组建五级梯队 这个对于南通之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在前面两年 是一个非常薄弱的一个 职业俱乐部的底子 我们要在短短的这个 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去完成这些 六个队伍的重新组建 以及最重要的一线队的补充 工作量巨大 其实大家 我说出来 你们可能就马上能够感觉到 我们有多少工作量 其实我其实也希望就是 大家在明年的这种 球队的这种支持上面 希望所有的球迷们都能够动起来 都能够给予我们最强力的支撑 肯定的肯定的 我相信南通如高的球迷 一定会跟你们一路前行的 虽然说这个冲甲成功了 但是距离中超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之前呢 咱们是提出了三年冲甲 五年冲超的一个目标 那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有些这个计划呀 包括一些影员呢 等等 关于冲超吧 我觉得 我们作为足球人来说 包括小南和忽明 都是 都是比较 合适的年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今年整个球队 从影员 包括年龄结构来说 我觉得我们队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有了一个 底子 可以赞助中甲 展望中超 我觉得中超一定是我们这些 年轻的足球从业者的一个 梦想 也不算梦想 是一个目标 我觉得我们梦想应该定的更高一点 我们要为国效力 我相信未来我们在座两个球员的目标 也应该还是希望能够目标定在国家队 为国效力 然后我们俱乐部如果有一天 能够站在亚冠的赛场 这个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目标 我觉得中超的来说 是我们未来这个两到三年的 终极的努力目标 也是南通之云应该 应该具备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说我们的底子是有的 但是通过这两年三年 再去很好的去完善和补充 请大家也可以相信 这个目标一定会完成的 好 谢谢李总的回答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一些朋友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进行留言了 有一位叫做不错的朋友说主播好 我是来自如刚战狼球迷会的一员 是芝云三年套票的铁杆粉丝 如今的这个芝云实现了三年冲甲 五年冲超的第一个愿望 说我们会一直陪伴在芝云的左右 他们还提出了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比如说像影员方面 像这个像这个就是奥提 他问了一个问题说 如刚的奥提中心的改造 是否能够透露一下详细的改造方案 有这方面的一个计划吗 因为这块上面 其实我们在塞基末的时候 已经开始做了 现在可以明确的讲 明年的奥提肯定会增加座位 但是具体的改造方案 因为我们在这里节目当中 我刚才也呼吁了 就是说如高体育局 对于智云球队今年的整个的协助和支持 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这么讲 在陈仁高和沙进局 陈仁高局长沙进副局长的带领下 今年对我们的工作是 我可以讲可以十分 我想给他打十五分 我觉得他们充分的完成了 对俱乐部的这个各方面工作的支持 现在这个事情 他们在牵头去做 我相信也是在陈书记的大力的支持下 和市长的支持下 他们会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 包括影员请大家也放心 我觉得我们已经开始做了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但是一定不是用烧钱的模式 用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去做 也希望大家去能够认清俱乐部的一个方向 就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引进的这个球员 他的个人气质 肯定是要符合南通之云的球队气质的 南通之云这个球队的气质 肯定是符合南通这个城市的城市气质的 刚刚呢是提到了一些比较关心的 这咱们南通之云 冲超的一个在中甲的一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展望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接通听众的电话 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电话的方式 8762345和87623456的方式 来接近我们直播室 和我们两位球员 以及我们黎经理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的来问问他们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咱们南通之云的最后一场比赛 大家如果说没有到现场去观看的话 其实通过朋友圈 可能也能够观看这个直播 现场的话 的确是非常的火爆 座位好像最终还经过了 这个临时的进行一个这个家座 南区临时加了一千个座位 就是就是扩了门票 其实我三年前去看球的时候啊 经常就是我可以从东边坐到西边 都有座位坐 都可以随便的来进行调换 是的 到了今年我发现 我进不去了呀 这个时候 这个需要李经理啊 给你一张 套票 三年的套票 中假 中假两年就够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 这位听众的电话 喂你好 喂 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喂 您怎么称呼 喂你好 您怎么称呼 我是 我姓唐 唐女士 您是我们南通之云的球迷吗 对的 这是一个女球迷 我想特别的问一句 问一句 你是烈业女子球迷会的吗 我不是 不是啊 因为我们现在有 只要是铁盘粉丝就行了 对 几乎每次都去 好 那这位粉丝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话 想对哪位嘉宾 或者说对三位嘉宾说呢 我想对那个南云旗 哦 南云旗正在听 您直接说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想问一下那个南云旗 好的您问 我们也挺好奇 我非常喜欢看你的踢球 在那个与陕西大秦之水的 那个两场比赛中呢 都依陪定因 为我们南通之云 通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我想请问一下南云旗 你对来年的这个通甲真诚 有什么期许 你先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问的非常专业啊 好南云旗 我们就是先从东信开始吧 我会加强自己 然后听从教练的指挥和安排 然后多加强自己 还有团队 我们之间的配合啊什么的 我相信在明年吧 我会比今年更有进步 好的 那我们期待的 我们支持你 为你加油 好的 谢谢谢谢 好 那谢谢您的来电 再见 谢谢这位粉丝 好 再见 好 再来接通一下二号线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是一位男粉丝 你好 怎么称呼 我姓徐 徐先生 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三位嘉宾说 我想请问我们胡队长 想问一下队长 胡队长你好 你好 您作为一队之长 赛林我们南东智云队成功的冲甲 我向您表示祝贺 谢谢 谢谢 我想一个小问题 请问 请问你们 就是在智云冲甲之后 应对抢手如临的甲级球队 我们智云有什么打算呢 或者有什么计划 之前那个李总也说了 球队从风风夜面 从后勤保障 然后都已经现在开始做 为中甲做准备 所以作为我们球员来说的话 我们只有专心的把球提好 就是做好自身的一些准备工作 就是从现在马上就进入假期 其实作为球员来说的话 也不能松懈 短暂的休息之后 就开始准备来年的中甲联赛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其实心里 又想放假同时 其实又很期许下赛季的比赛 我们很想在中甲联赛上 再证明我们自己 再为南通球迷带来很多胜利 谢谢国队长 我祝愿我们支营队 在下一年能够取得好成绩 早日冲超 好 必须的 能够听说这位徐先生的声音 还是比较激动的 好 那先结束我们的通话 再见 再见 我觉得我们的球迷问的都特别的专业 是 这个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也是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球迷 为什么都是问的这么正式的问题 是吧 好 我们再来接通一下三号线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我姓 小张 好的 张女士 您想和我们哪位嘉宾对话 或者说想要对我们的三位嘉宾说些什么 我想跟李总说话 好的 跟李总说话 李总正在听 你说吧 李总 你好 你好 昨天晚上我还参加你们晚会变的来 你好 你好 您 那个 就是我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那个 你说 那个老猪 19年会不会留在之云啊 哪个老猪 猪中荣 那小猪了 不是老猪 小猪 就是可能对他来说 他的年纪比较小 他喊这个猪真荣 可能喊老猪 会是亲切的一种表现 对吧 这个方便透露吗 我觉得猪真荣 大家这一年的表现也看到了 我觉得 不管是从球技 还是人品 还是球迷的这个 人气当中来说 我们作为俱乐部来说 我们是非常希望这样的球员能够留下来 而且他也身上也有很多东西会带给我们的年轻队员 我们尽全力去挽留他 尽全力跟他 希望他能够跟我们明年2019年一起并肩作战 也希望你们也大力支持俱乐部 明年把套票都推销给所有的球迷们 来给我们俱乐部一种信心去挽留他 好吗 肯定的肯定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俱乐部 在球员的工作上的一个重中之重吧 但是也希望球迷们能够保持一场一个平常心 我觉得一支球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对 是所有人的成功 它是配合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常心 因为球队的发展肯定是整体的发展 好吗 好 谢谢这位女士的来电 再见 嗯嗯 嗯 拜拜 好 再来接通一下二号线啊 看来我们的粉丝们都非常的热情啊 对 喂 喂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 怎么生活 呃 你好 是南奇和胡梅吗 呃 我是主持人 您可以和他们俩进行对话 他们正在听 对 好的 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 可以直接说 呃 我呢是智云的一个球迷 首先我想祝贺一下我们智云俱乐部今年成功的冲进了中亚联赛 呃 然后也祝贺一下南云齐和胡梅今年呃 用自己精彩的表现 征服了我们广大的球迷 嗯 把你征服了什么 呃 呃 对 这个我我身边呢 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女球迷 都是呃 南云齐的小迷妹 嗯 我想帮他们问一下南云齐现在是不是还占生 哎 说没有人来问我想问的问题了 太好了 泥南节目之前就非常想问 但是碍于自己的身份 没有好意思问出口 终于来了 这个问题方便回答一下吗 嗯 现在 现在是了 哈哈 现在是 现在是单身还是 现在是单身了 啊 现在是单身了啊 这个已经回答了非常 明白了啊 哎 但是我知道 那我们 那我们 女球迷就放心了 放心了 放心了啊 然后我们的胡明队长好像让大家也挺放心的 听说12月份有好消息啊 这个是心碎吧 不心碎 我看到他们幸福我就幸福 嗯 之前跟我那个媳妇已经领这了去年 嗯 然后今年的 正在12月2号在北京办婚礼 哦 在北京办婚礼 嗯 回来的时候不要忘了向我们南通如高的粉丝发点喜糖就行了 嗯 好的好的 那这位先生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嗯 我希望希望南云街和胡明明年呃能够继续留在我们南通智云 为我们南通智云在新甲赛场上征战 然后争取自己更加精彩的表现 我们球迷呢永远支持他们 在这里我想跟这个球迷说一下 就是补充一下我的一个想法 也是我想跟小南说的 因为今年他在南通的表现 不错 嗯 从赛季初到赛季初的这个 嗯 比较好的表现到中期其实他也遇到一些困难 嗯 其实我也经常跟他在交流 包括我们队里面 因为你想一个球队28个人29个人 只有11个人在踢球 后期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也逐渐的把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呢我想跟球迷们也说两句 因为作为小南来说 我他也漂泊了很多年 在在大连踢球 也不是很顺利 现在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自己感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首先第一我对他是有要求的 因为我管他管他比较严 我听你叫他小南我就知道 我我管他比较严 我其实跟他不亲 我其实跟他不亲 真的我我我对他比较严 因为他 比赛回家我都是管的 他父母也是在这边的 我领队也是盯得很凶的 就是说我希望球迷包括他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这是一份职业 球迷对你的这个喜爱 也是一种更大的责任 第二要保持好距离 我觉得球迷和球员也要保持好距离 你们对于球 对于球员他还不叫球星了 他哪天进了国家队 我叫他球星了 对不对 就我觉得要保持一个距离 去不要去干扰他的生活和训练 第二我就是对他有要求 如果说对自己管控不严一样的 我的对运动员的要求很高 所以不能去影响了训练和工作 这样反过头来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会有所伤害 这样子对于整个球队也这种伤害 所以在节目里面 我其实本来想私下里跟他说的话 我看最近这球迷太热情了 每天找他的球迷太多了 还有人给他送红酒 我也看到了 我说这个酒以后要放到我办公室了 所以我今天就讲 我们默默地支持他 我们这也比较适合放红酒 好吧 我就说这一点 好吧 好吧 这些球迷明白吗 好吧 好的 然后最后我还想代表我们 所有的知音球迷 祝谭兵梁早日康复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您 再见 好 再见 好 我们再来激通一下 三号线的这位听众 今天热线还是很多的 喂 你好 喂 你好 这位听众你好 怎么称呼 我姓王 王先生 你好 你有什么想和我们的球员说的话吗 我想和三位吧 一起 就是我跟三位所有支云球队的经理和队员说一下 我是个伪球迷 但我是个支云每场球都去看的伪球迷 你这属于伪球迷 那我们算什么 我就是说我对足球的认知啊 还停留在小时候看足球小将的那个年代 那个特技就比较夸张了 对 就是因为这个是就是在南通支云组建之前 我一直对足球的热爱还是 其实就连比赛规则场地大小等等等等都不是很了解 还是停在这个小时候看动画片的一个感觉里 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三位支云的这个队友和经理 但是呢我得告诉他们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进入这个粉丝的团队 对足球的这种规则体制啊 也不是很了解 就像刚刚 因为我一直在看你们的直播 就是说就刚刚这个李经理不是说 他们要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或者就是很短时间内要完成很多事情吗 六个队伍的组建啊 包括影员啊等等等等等等 可能非复的人是不能够理解 对对就是他 我只知道工作人员很大 但不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 但是应该会很忙 但是就是说我想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很多男同人 特别是我们这里如高 很多球员很多孩子 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从懂一点足球 因为他们来这里了 然后很多人天天去看 所造成的那种体育精神 给我们这里整个地区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超乎了以前的想象 最开始球队刚刚落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觉得就是这里有了一个足球队 但是从经常的去看 包括他们的每一场球 他们当他们的胜负输赢 其实我们都可以挂在心上的时候 就觉得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队了 就是这里是一种运动精神 就是包括 我就是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 能够 就是没有 其实所有的球迷啊 我觉得不管是我这种伪球迷 还是说这种铁钢粉丝 这个对他们的输赢要求高骂 其实没有 只要你们尽力了 我们就很高兴 您的意思就是说 而且希望你们保持住自己这种精神 因为这对我们甚至对下一代 对观看足球比赛的孩子们 影响都很大 对早在可能三年前 我感觉如高踢足球的孩子特别少 那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啊 朋友啊 他们的宝宝都去踢足球了 是一个很好 无论是从身体的锻炼 精神的磨砺上面 都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这个是 而且每一次踢球的时候 看到有球员受伤 或者摔倒等等等等 他们再站起来的时候 我的孩子都会觉得 就是他们是英雄 就是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也是祝福他们吧 希望他们尽快实现 自己一步一步的目标 进国家队啊 哑冠啊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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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顺便 不是给他们压力 就是也是跟他们真诚的 说一句谢谢他们 对孩子们做出的改变 好 谢谢这位听众 这位听众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作为一个乳高人 能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 他只要看到这支球队 他在一步一步的走 他们就是心满意足的 看到的是 注重的是这种体育的精神 对 而不是输赢 而且我相信我们志云队 只要一步一步踏实的去走 无论是目标还是梦想 都不将遥远 你们明年感受一下 你们明年感受一下 其实志云队会让每一场球 会让每一周的心情 都有所改变 就是 是跌宕起伏呢 我觉得 我觉得一支球队 做到这个程度 能够牵动一个城市的 这个每一周的心情 相信 就是国外的百年俱乐部 他用了很多年 才能做到这个 但是中国足球以后 一定会好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坚信这一点 我们这支球队 未来也会好的 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做到 每一周 因为一场球 来影响大家的心情 你以后去感受一下 我说这句话 我现在就有这样的感受 已经有了 他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就好像看球 在赛季里面看球 已经成为了 乳高人民的一件 生活当中的事了 对 难通人民 难通人民 对 好 谢谢这位听众的电话 再见 好 再来接通2号线的这位听众 王你好 你好 你好 怎么生活 免贵姓刘 刘先生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球员 或者说我们的经历说 我想问问男人齐几个问题吧 还是几个问题 你准备了不少吗 好 我是男人齐的球迷 我是他的粉丝 我对他本人也比较感兴趣 我想问一下 男人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走上正规的职业道路的 从小是怎么走上这块足球的道路的 有请男人齐 从小刚开始是业余爱好 然后后来那时候在大连 那时候刚开始是在体校 后来然后被挑选在那个大连诗德 应该是从初中吧 正式开始那个接触到职业足球吧 那你从小就踢足球吗 就是很小的时候 对对对 从小的时候开始了 据我所知 这个大连好像是一个足球城 就是好像特别普及 这个文化特别的 就是底蕴非常的深厚是吗 对的对的 那时候小学就是都在踢足球 现在现在的如高 我看也都在踢足球 是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 其实我也有个问题要问小男的 就是听说你在12岁的时候 被爱福顿球探相中 有这样一件事 我们一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把 我正好接在这个后面 就是他问到这个球迷问的 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 那时候确实有过接触 但是不是爱福顿什么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球探发现你了 时间比较前面 那时候我爸跟我说过一嘴 然后我当时就是还是想在家 就是就直接给拘了 还是祖国好 好那刘先生 您还有什么问题想问 第二个问题 就是职业球员除了有 良好的身体素质之外 这个心理素质应该也很强 就是问问南京奇 就是在陕西那个课堂的时候 四万多球迷的那个观众下 是怎么顶着压力打住 从从甲最关键的那个进球台 小男我爱你 我已经听到后面有人在喊 而且是一个男人在喊 小男我爱你 我没有一帮人的 当时说实话我没看陕西球迷 我只看咱们的球迷了 咱们情迷去了不多 对对对 但是我真的是一直会注视着咱们的球迷 然后也 我们的团队真的是很棒 因为有他们支撑着我 然后我觉得我在那 我在五万多人的那个我也不害怕 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也是一些爱足球爱好者 平时也业余踢地球 就是我们 你们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 对我们这些业余的这些运动员 就是足球爱好者吧 从身体保护的角度啊 运动健康的角度 指导指导我们 这个说实话 有机会 这需要现场指导 对 从电话里面也不知道 你到底踢球的水平怎么样了 对不对 一般 我这相当于是 我这相当于是给你一个机会啊 让男云旗能够现场的给你零距离接触 直到主要你 对不对 一会麻烦让那个男云旗 给我们加个微信啊 比较想要他的联系方式是吧 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是 目前我们如画这边 清训的小朋友也非常多 然后我看到一些提的不错的小朋友 这个资源在这块 对我们的清训的这个培养 然后是做了很大 下了很大功夫的 所以未来有在这块有没有什么 就是梯队啊 什么方面的这种打算呢 清训营啊什么之类的 刚刚有说要组建哦 这个可能需要我们 李总来回复一下 今年其实我们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和代价 在如高四所学校开展了青少年的足球训练 也已经形成了班队 校队和精英队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就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跟体育局 教育局 包括市政府在做下一年度的这个计划 也请大家放心 但是刚才小南已经讲过了 其实在小学的阶段 甚至到初中的阶段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好孩子的兴趣 兴趣最重要 这个年龄段呢 足球训练不是最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你只要保持好他每周 小学阶段每周有个两到三次的训练 然后有一些业余比赛 也有热身赛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是但是一定要正确的去接受这样的训练 那我相信智云的清训在如高 也是进水楼台 会很快的去在各个地方去铺开 也希望你关注一下我们社会 智云清训的社会班招生 你也可以去去看一下 在奥迪中心有这样的宣传都有 就是也有成人的 不是青少年的 青少年的 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做一下这个推荐 就是智云清训社会班 在如高奥体中心有报名点 请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是接收多少岁的孩子呢 小学以下的小朋友 小学以下的小朋友 对我们可以讲是一到五年级吧 可能六年级有升学压力 一到五年级我们都在进行这样的招生 全年不间断 对我们在暑期 其实我们在暑期招了一百多个社会班的 但是我们真正在培训的这些小朋友 已经超过五六百名了 在学校里面 对但是我们的师资力量还是有限 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 下一年都是筹备了 我们的清训总监是请了日本的金子龙之 原日本U13国家队的主教练 也是江苏省原来的前四年的清训技术总监 这些都是咱们支云队之后的希望都是种子 好 接下来要联系一下我们的三号线 这位听众我们先再见了 好再见 好再见 喂你好 三号先生朋友你好 对是你 是你 好那个 怎么称呼 姓杨 杨先生你好 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嘉宾说的 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那个烈焰女子球迷会的 我们球迷会什么时候有年的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球迷会只有女性啊 我在里面 我一般是做那个后勤方面工作的啊 我是老杨啊 我在区里面人家都喊我老杨 杨老师你好 没有 那个 首先呢 很感谢这个球员给我们带来的最后那个冲甲的那个 一瞬间啊 到现在都是念念不忘的 一直感谢的一瞬间吗 整场比赛你都不感谢吗 最主要的还是那个男一级最后那个绝杀的那个瞬间 现在在我脑海里面还呈现着 还记忆有心 啊 记忆有心 所以所以那个我特别想问男一级那个 嗯 因为昨天在参加那个如海那个会 那个 联合会上的时候呢 没有听到男一级唱歌 呃 想听男一级唱首歌 怎么样 想听男一级唱首歌 有什么 小男可以吗 要求吗 就是一定要唱和这个足球相关的 还是我们对歌 还是说随便唱什么都可以 呃 唱他最喜欢最拿手的 啊 这个问题 要求有点高 唱个高潮部分吧 对吧 能满足吗 对 唱个两三句就可以 对 可以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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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我们群里面的女粉丝比较多 所以就是说特别特别喜欢男一级的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说让他们那个张张那个南起的那公喉啊 我都这么一问我说实话我连歌词都忘了 真的真的 没事回想一下 最喜欢听的歌 简单的几句 就是一日未来 我昨天晚上好听 就这个 但这个我只听球迷唱 说实话 我我会哼 哼一段也行 来 要不跟你一起唱好不好 这件事情 重要的不是说南云棋唱什么 重要的是南云棋来唱 对 对对对对 好那杨先生你开个头 然后我们南云棋跟你一起哼唱一下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来这个最高潮的这个副歌部分 好不好 好 一二为蓝 终生为蓝 蓝色信仰永不变 舞了海角于天边 歇手攻向前 不好意思 满足了吧 满足了吗 这个杨先生 我特别满足 我希望我们群里面的那个 女粉丝也满足 是吧 是是是 今天的这个要求有点突然啊 这我们南云棋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至少 下次唱歌之前的时候 得开个嗓子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练女子球迷会的那个 真的女权特别多 所以就是说特别喜欢南云棋的也特别多 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 要求谢谢啊 好的那感谢您来电 再见 谢谢 好好 再见 好 这电话是一个接一个啊 来 接下来是二号线 喂 你好 喂 喂 这位听众 这个听众 你好 怎么称呼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怎么称呼 哦 我是 我姓朱 这个 网上的名字叫海老师 嗯嗯嗯 朱先生你好 哎 今天南云棋到这个直播间了 对 南云棋 还有队长 还有队长胡鸣 还有李毅 还有李总 还有李总 对 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哦 哎李总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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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关注你们的比赛啊 呃 你们这个 给给如高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 大家的心一天到晚都是 关注着你们 嗯 您是一个铁杆老球迷了 哎 这个关注足球时间比较长 关注足球嘛 也是 一直在关注 这个这个对感情 对足球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 嗯 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跟我们三位啊 一起来说 这个 首先啊 我感觉啊 就是自然来到我们 就是把主场落后如高体中心之后啊 嗯 给我们如高这个 这几年呢 前前后后带来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这一点 作为一个如高的市民啊 作为一个热心的球迷呢 嗯 这次感触是非常的深的 是 那本赛季的话 您都全部分看了吗 本赛季的比赛啊 就是说实话 平时工作呢 也比较忙 但是呢 我是尽一切可能 只要有比赛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去的啊 嗯 那您觉得啊 就是在比赛之前的时候 和最终的这几场比赛的时候 在观看人数方面啊 就球迷的观看人数方面 您觉得有一些变化吗 这个很显然是有变化的 嗯 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吧 我说几年之前吧 刚刚落户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这个球队呢 也是有所了解 有所关注 但是呢 说实话 那个时候啊 呃 因为刚来嘛 新鲜事故 大家接受一个过程 像今年 今年这个明显的上座率啊 明显的关注足球的人数啊 是不断的提升 对于我们这个 这个赛云足球队的这个战绩 不断的提升啊 应该说 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嗯 是没错 而且 嗯 因为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了 这个中甲的一个队列 所以说哈 这个观看的人数 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哈 那您觉得身边的这些球迷啊 就平时啊 跟自己相处的一些朋友当中 有没有一些球迷变得越来越多了 或者说球迷组织有没有变多呢 这个很显然是有的 这个球迷嘛 呃 说实话 我自己呢 以前是从很早的时候吧 就关注这个足球 那么身边和我有共同爱好的人呢 也不少 但是呢 从来没有感觉像现在这么多 就说我的好朋友里面 那么有亲自自己踢球的 有这个不踢球 但是关注足球的 也有是以前从来不关注 最近刚刚关注的 嗯 这种这种球迷的人数啊 是越来越多 球迷的这种 关注足球的这种心情啊 我看到大家都是越来越具备了 嗯 我想问一下两位球员 就是看到这球迷越来越多 在比赛场地上 这越来越满 就人坐的越来越满的时候 当时心情怎么样 就踢球的时候 是不是越来越有动力 对 人越多 我们球员是越兴奋 越兴奋 越兴奋 嗯 好 呃 那这位听众 那您觉得啊 这一场场比赛之后 对咱们如高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包括咱们如高的知名度啊 美誉度啊 等等这方面 这个肯定是有的啦 作为一个如高的知名啊 其实我们呃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啊 都是为我们如高有这样一个球队 把主场放在这儿而感到自豪的 尤其是我们的这种球队的战绩啊 在不断的提升啊 呃 我们都知道足球呢 它是一种文化 其实我们呃 两支球队的交分呢 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那么呃 可以说这个足球比赛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更高的平台 我也想说的是呃 我们如高 其实只是一个县级城市 嗯 那么但是我们有机会和上海 西安 沈阳这样一些呃 呃 省会城市或者说呃 一线的城市 嗯 一起站在足球的两端 当然我们不光是代表如高 还代表南通 那么站在这个足球 足球场的两端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成功的事情 呃 这一点呢 大家心情都是很激动的 嗯 好 那谢谢这位听众的来电 再见 嗯 好的 好的 我再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啊 有几位听众的这个短信呢 是发了过来 时间不多 咱们进行一个快速的浏览 有人在问啊 说你们在平时比赛的时候 这可能说啊 这压力比较大 那两位球员 在比赛之前的时候 通常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给自己减压呢 我们队长先说一说 这个比赛都是每周一场嘛 嗯 所以我们呃 进入联赛期了 也习惯这个节奏了 嗯 所以我们周中 球员之间 各自之间会有固定的一些放松方式 嗯 比如说会有安排一些按摩呀 去泡泡温泉呀 然后 就是集体的一个方式 有没有 就是自己 球员之间 之间约定好的 嗯 然后呢 自己的话 调节就是在屋里 听听歌 嗯 然后 自己 想一想 下场比赛 需要做些什么 有什么想法 需要 啊 需要完成一个主教练的什么任务 嗯 这是对比赛之前做了最好的准备 有个听众就说啊 说晚上在大排档的时候 好像是看到了你们俩 说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出现过 这个大排档当中啊 在乳缸 晚上吃夜宵的时候 赛后 是 是要回归生活的吗 不能天天的都在屋里 能告诉我们 你们平时都喜欢去哪家吗 哪家 可以打广告啊 是不是 就是大体在什么方位 可以让我们的 这些听众啊 或者粉丝啊 没事的时候去偶遇一下 是不是 就在 那个 晚上吧 这个乳缸地方 这些 这个地方 龙共有夜宵地方 好像就不知太多 所以说 那个好吃的 说明你了解的不是太多 对 那我们的粉丝呢 带着你去 尝遍乳缸的大江南北 可以可以 是 那平时觉得咱们乳缸的夜宵 最喜欢哪些呢 夜宵 我喜欢吃烧烤 北方人 比较喜欢吃烧烤 南英奇呢 火锅和日料 火锅和日料 海鲜 大连海鲜特别多 这个能做的 我能做的 今天已经到这了 晚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他们可能去哪些地方 你们自己看着办 其实我了解到 就是 胡明他本身 可以说是个高材神 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 是吗 对 学的什么专业 本科学的国际经营贸易 然后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 这可以说是和足球不搭边的两个专业 然后你当时 其实你们在大学生的足球联赛上 有没有碰到过 就是你们两位 没有 我跟宋岳年年捧 就你们两有过对战的经历 他是代表河海大学 我是北京理工大学 特别巧 现在又到了咱们南通之云队 曾经的对手 现在变成了 宋岳也是研究生 那我们整个南通之云队的这个学历水平都非常高 文化水平 那个刘伟是南大的 刘伟是南大的 宋岳是研究生 胡明是研究生 千昌杰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我顿时觉得咱们这个职员队的文化气质 又上升到一个台阶了 对 就可能这些球员在踢球的时候 看到那个球 我们看到是一个球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 我应该如何从哪个角度切入 到底需不需要他旋转 他们可能在球场上本身 就是这些事需要他们去考虑的 但是我看胡明 他大学修的应该是理科是吧 修文科 文科 好的 好 对于我们南通之云今天的采访 就先进行到这里 足球是文化 在主客场的一个赛制当中 球队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对手 都会在球场上是各建高下 在球场外做朋友 球队的交锋会带来地域之间的球迷的互动 就比如说之前几场比赛 咱们如高的球迷会来到外地 外地的球迷也会来到咱们如高 会进行文化的交流 以及情感的融入 这些都是足球的一部分 也是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们也是有机会和上海 沈阳 西安 一些著名的城市 省会城市 去面对面的站在球场的两端 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江海大地 长江北岸 有一方五色宝土 长寿之乡 他的名字叫做如高 是的 南通如高 南通知云 也许你曾经岌岌无名 但是当你敢于亮出自己的实力 敢于付诸实际行动 就会有更多人认识你的真容 欣赏你的才华 肯定你的努力 让我们胸孩梦想 心系远方 让我们脚踏实地 足下生辉 大胆去想 勇敢去闯 成功就在不远的地方 好 狼笑江东 唯有知云 知云加油 如高加油 期待着下一个赛季 南通知云 能够在中甲的赛场上 有更加优秀的表现 感谢三位嘉宾 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中甲再见 中甲见 可以了